大家好,我是迅哥 上集提到20世纪30年代 一场天外来客的降临 结束了新几内亚高地部分土著的史前时代 那么接下来这里又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当时正在进行托管的澳洲政府得知了这次重大的发现 于是便派人逐渐深入山区 继续探访其他可能隐藏的角落 并进行全面的人口普查和道路的修建 就在40年代末 一直称为Forey弗雷的部落被探险队找到 此时这里部族战争频发 巫术也在大行其道 更无法接受的是 他们竟然流行这种分尸逝去亲人的进化仪式 目的是回收死者的能力 并确保其灵魂能够到达正确的地方 因此接下来到达的传教士们开始极力劝阻 并在50年代初就使许多弗雷人皈依了基督教 甚至基本阻止了当地的战争和识人的陋习 然而就在一切即将风平浪静之时 一种可怕的诅咒现象频频发生 不少弗雷人突然全身惊乱 瘫倒在地 并伴随着诡异的狂笑 最后在无法进食中活活饿死 有如魔鬼附体一般 并被当地人称呼为骷髅 意思是颤抖 而且奇怪的是 女性的发病率竟然高出男性八倍 很快部落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多只剩下父亲独自抚养孩子 甚至面临着绝种的境遇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只能相信是部落神秘的巫术在作祟 于是要么寻求巫师的帮助 要么直接杀死可疑的巫师 最后在无计可施的绝境下 他们终于找到了白人求助 而在科学家的眼里 诅咒当然是不存在的 马上有学者断定 这就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而一位名叫盖度赛克的美国医生却提出 发病率的攀升无疑是一种传染 只要是传染 就一定有微生物有关 在当时所有遇到过的土著疾病中 只要调查下当地的环境卫生 基本都找到了病源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尽管盖度赛克对当地的土壤水源及饮食 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调查 却居然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之处 弗雷人也投来了质疑的目光 你们所谓的医学也不过如此 不如就相信巫术算了 就在绝境的边缘 有人提醒了盖度赛克 1920年代在这里发生过的病症 与骷髅病非常相似 死者的脑组织同样都呈现出 千疮百孔的海绵状 而这一切会不会与那个被封印的 食人仪式有关呢 此时盖度赛克也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不久就等来了机会 一位弗雷人的长老罹患酷鲁病去世 食人仪式再次回归 在大家开启死者脑洞分食的过程中 盖度赛克也趁机得到了一份脑花 然后迅速带回美国分析 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他将这份脑花过滤出的蛋白粒子 移植到了一只黑猩猩的脑中 接着又提去了这只黑猩猩的脑花 用同样的方法移植到另一只黑猩猩的脑中去 然而接下来去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们都没有任何被感染的迹象 无奈之下盖度赛克只好回到星系内亚岛 继续摸索 没想到的是两年之后奇迹发生了 两只黑猩猩突然相继无法正常行走 真的出现了类似于酷鲁病的症状 首先这意味着酷鲁病的潜伏期 竟然可以如此之长 而且还是在直接植入大脑的情况下 也就难怪那些通过口服方式的弗雷人 就算食人仪式已经基本被禁止 还仍然不断地出现病症 甚至潜伏期长达50年之久 其次这证明了酷鲁病确实有传染性 当盖度赛克回忆起整个食人仪式的过程时 也明白了为什么女性的发病率远高于男性 原来按照习俗 食人仪式上 弗雷人的男性只负责分食肌肉的部分 而其他部分交由女性负责 其中就包括了大脑 加上妇女还承担着亲礼的工作 很容易就会从手上的伤口处感染 所以只要不断地有人因酷鲁病死去 弗雷人就会不断地举行食人仪式 然后持续传播下去 此时一切仿佛波云见日 然而真正的谜团却依然没有解开 因为即使直接在大脑样本中寻找 盖度赛克也依旧没能发现任何可疑的微生物线索 最后只好推测 这是一种会损害大脑神经系统的慢性病毒 因此荣获了197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库鲁病呢 终于在1982年 美国神经学家普鲁西纳 在研究300年前就发现的阳骚症症中找到了线索 大胆提出库鲁病的罪魁祸首 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 而是蛋白质错误责别 致使大量脑组织坏死形成海绵般的空泡 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症状 这也意味着大脑正是被感染最多的部分 接着普鲁西纳根据英文单词 protein蛋白质和infection传染 组合出了一个新的代名词 prion 而在中文翻译时 则将protein的希腊语词原proteos首要 对应成了敬意的汉字语言 并加上了肉月旁表生命 称其为软蛋白 也就是今天常常被误称的软病 尽管很快在英国出现的风牛病也是如出一轴 但这样不可思议的推测 引发了学界一片哗然 直到15年后的1997年 普鲁西纳才终于站在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 接下来我们也因此发现了 蛋白质错误折叠导致的其他病症 如阿兹海默症 哈金森综合症 剑动人症等等 甚至发现出哺乳动物之外 其他生物也有不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形 今天我们知道 已经消失的库鲁病 是一种目前无法治愈的痣内性子病 这是否意味着 理论上原始部落不太可能长期保持食人的思索 否则早晚都有灭族的风险 那么传说中的食人族又是从何而来的 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多食人族局 那为什么库鲁病只发生在星级那样 欢迎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